2021年9月 我去了绍兴新昌县的石九峰 一年后我又来新昌了 这次我们把本该去年去看的天母山 从山顶 山下的村庄 山里的沃州湖 不同角度展现给大家 早上行驶在山里的公路上 感觉非常的清爽 司机老哥说 他们本地人周末常会到山里去玩 这里距离县城大概22公里 开车可以导航到露营基地 不过要注意的是 现在如果想自驾上山的话 需要提前在新昌天母山小程序上预约才可以 不然只能坐景区的定点免费大巴车上去 露营基地是半山样的一大片草坪 这里晚上可以欣赏绝美的星空 现在我们一起看看远处重轮叠仗的天母山吧 这里曾是李白梦中游览的圣山 还留下了梦游天母银流别的诗作 天母连天向天恒 是把五月演翅成 天台48000丈 对此遇到东南清 山上下来可以顺便去附近的班竹村走一走 走进大门 这里似乎已经荒废一段时间了 村子里有溪流 有石桥 这座桥叫做司马悔桥 这座庙叫做司马悔庙 相传唐道士司马成真 隐天台铜柏山白云观 因唐玄宗数次召见而出山 但到了这里他反悔了 乔明因此而来 徐霞克曾游历过此地 这里也是道家的六十幅地 上次在南新疆的桃空洞 那里是十二幅地 虽然景区已经荒废 但村子里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路边还看到了农民晒的芝麻 看起来比我们东北的果壳短一些 沿着村子里的溪流走一圈 这里也基本逛的差不多了 之后我们来到附近的沃州湖 这里周围依然是天母山 在沃州湖的背景下 是另一番景象 水库中一些形态奇特的小岛 也是挺好玩的 这片区域也是佛学很重要的发展地 东晋时期是当时重要的佛学中心 而华夏山水始祖 谢灵运很多诗作 也是在沃州山一带创作的 从沃州湖出来后 我们简单地走了一段附近山里的盐邦古道 这里曾是通往宁海 古代盐贩子走出来的山路 主干道全长20公里 在村子里我们还遇到了两位采陶礁的阿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